甲被称作粮食的粮食是农作物所需淡磷甲三大营养元素之一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甲肥需求量很高 即使用60年实现了甲肥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己率不断上升 但目前为止,近一半甲肥仍旧从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进口 2023年,中国从老挝进口的甲肥数量也逐渐上升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就需要淡磷甲化肥 中国等于是淡磷都能自己解决,唯独缺甲 中国的资源量在全球只占2.6% 中国要解决农业安全问题,首先要解决甲肥的一个问题 老挝的最大的优势就是甲资源非常丰富 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是中国资源量的可能10倍到20倍以上 所以我们就到老挝是来开发甲肥 老挝甲矿资源丰富,势必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开采 面对湄公河畔脆弱的生态环境 绿色勘探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自2007年进入老挝地质矿产勘探市场 在甲盐矿勘探、开采、矿山治理、环保等技术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十几年来,勘探老挝五省四平原 探明绿花甲资源量约42亿吨 锈资源量近亿吨 在开采当中来,我们现在也是提醒和支持相关的企业 从技术方面去做一些绿色开采 甚至一些后期的一些综合利用方方面的一些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跟老挝政府来 也是在做一些技术交流和技术互动 我们是在全力的支持 在老挝来从事这个所有的勘探、开采 包括后续所有的工作的时候 以绿色为基础 绿色引领这个矿山的这个勘探、开采和可持续发展 老挝的矿床浅但厚度大 容易在采矿后造成地面塌陷 易容于水的尾矿若不妥善处理 在半年雨季、半年旱季的气候下 还面临着污染到湄公河流域水生态 为更好的节约成本、保护生态环境 锐园富田甲盐有限公司与煤炭设计院 合力研发出低成本的绿色回田技术 因为现在老挝的矿床特点 它就是埋身比较浅、厚度比较大 如果用传统的采矿方式 它首先会面对地面塌陷 液体尾矿的外排会污染整个湄公河流域 这个无论是老挝还是泰国、越南 可能对这个合域都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生态影响 罗花纳也是水溶性比较强的一个物体 雨季来的时候也会变成花纳液体 也会污染这个环境 和煤炭设计院我们研发了一个新的树向开采技术 我们通过这种物理的手段 这个尾矿的自重力 使这个尾矿得到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充填 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能达到企业效益 等于是一个共同一个平衡发展的一个目标 虽矿质不如俄罗斯、加拿大等国 但巨大的资源运层量为老挝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 以绿色勘探绿色开采为原则 除了合力保护利用资源外 也为老挝自然环境的保护奠定了基础